画减下列个式 第一小题 0.25的负1.5次方 好,那在这边呢 我们把小数画成分数 0.25呢是四分之一 而负1.5呢就是负二分之三 好,接着 四分之一我们可以把它写作是2的负二次方 因为有一个分之一 所以是倒数 所以就是4的倒数 所以是4的负一次方 那4呢我们又可以写成2的二次方 所以四分之一我们就可以写成2的负二次方 好,括号负二分之三次方 接着呢我们去掉括号 所以次方直接相乘 负二乘向负二分之三 负二负负消掉 二跟二消掉 所以只剩下三次方 二的三次方就等于八 再来第二小题 二十七分之八 括号负的三分之二次方 二十七分之八 二十七呢是三的三次 八呢也是二的三次 所以我们把三次方呢 一起提到括号的外面来 所以变三分之二的三次方 好,那原本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负的三分之二 所以呢不要忘记了 好,那我们的三和三约分 所以变三分之二的负二次方 负是什么 是倒数 好,那这个二呢是平方 所以就是三分之二的平方之后再倒数 好,平方叫九分之四 所以我们倒数之后呢 就变成四分之九 再来第三题 六十四 好,括号三分之二次方 六十四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几 可以写成二的次方 也可以写成四的次方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是不是四的三次方 那当然你也可以写二的六次方 好,四的三次方 在括号外面呢 有一个三分之二次方 去掉括号之后 我们的次方相乘 三乘上三分之二 好,约分就是四的平方 好,四的平方就是十六 所以我们第三小题是十六 再来第四小题 0.0625的负1.5次方 0.0625呢 我们把它写成分数 就是千万 好,这边是四位嘛 万分之六百二十五 那负1.5的话呢 就是负的二分之三 好,那再来 625和1万 我们可以下去约分 好,那它约完是多少 我们可以在旁边计算一下 1万除以625 好,1 625 370 375 那0拿下来 再来呢 乘以6 对不对 630 622 6636 好,所以是16 所以约分之后是16分之1 好,16分之1的负2分之3次方 16分之1呢 我们可以当作是2的4次方 对不对 16是2的4次方 但是因为它是导数 所以我们要再加一个负号 所以2的负4次方 括号外面再带了一个负的2分之3次方 去掉括号之后 我们把两个指数相乘 负4跟负2分之3相乘 负负得正 2跟4约分 好,所以就是2的6次方 那么2的6次方是多少 我们数字不是很大 所以可以算出来是6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赞 订阅 4次方是1达4次方 共赞 订阅